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我们一起来简单的实现了一下 留言列表页面的功能 那在留言列表中我们看到了 我们可以更新留言 包括删除留言 那这节课呢 我们一起来完成一下更新留言的功能 首先呢 当我们想更新某条留言的时候呢 假如说想把这个标题变调 内容变调 包括留言者 这一些变调的时候呢 就可以点更新 那么问题就来了 你需要知道我更新的是哪一条留言 也就是怎么找到数组中 对应这条留言的一个记录 对 我们说过 想找到指定元素的时候呢 就是根据件名来找件值 那这时候你点更新的时候 需要传一个什么过去啊 这条记录 这个数据 对应的件名过去就可以 因为我们的数据呢 保存的都是一个二维的 所引加关联的形式 那把这个编号 或者说这个件名传过去之后呢 就可以根据件名来定位到这样一条记录 接着你想更新某个值的时候 只用对数组中的元素进行替换 或者更新就可以 那知道这个思路之后呢 我们可以一起来实现一下 首先找到我们的更新 把更新呢 变成我们的超链接 更新 跳转到哪呢 editmessage.pnp 传一个编号 或者传一个key 传个id也可以 对应的是谁呢 对应的真正的是这个 记录 对应的一个件名 echo一下 到了这个key就可以 好 那接着呢 需要来这样一个页面 editmessage 更新留言页面 它和我们添加页面差不多 简单的复制一下 写上一个更新留言 接着再往上 首先 你要得到 你要更新的是 哪条留言 接着再 再应该得到这个留言的 你想要的这些内容 放到对应的框中 或者说哪个被选中 也应该让它被选中 这样一个效果 那现在我们应该第一步 接收一下 你要更新的 这条留言的一个件名 dollarsid等于 dollars下号线 get过来的id 传过来这个id 看一下是否能得到 你要更新的这个编号 先简单来试验一下 刷新 更新 它的编号是0 而不是那个1 这样的效果 得到它之后呢 我们应该从我们的所有的数组中 来得到指定的一个件名 对应的这条值 这是一个编辑留言页面 那好 那现在呢 又要得到我们的数据 得到数据 数据呢 还是保存在我们的message.txt中 判断是一样的 判断一下 if dollars file exists 是否存在这个留言板 这个 这个留言文件 并且文件中的大小 要大于0 接着你再来读取 else呢 你可以告诉他出错了 exit 出错了 接着跳转到 我们的查看留言页面 查看留言 index.plp 如果有的话 这时候你再来读 file debt contents dollars str 读取出来之后呢 是一个序列之后的字符串 你再把它转换成我们的数据 message info 等于serialize一下 这个字符串 变成数据 那是数据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内容 放到我们的指定位置上 就可以 根据这个件名 件名已经得到了 那现在你来看 第一个留言者 那这一块呢 就可以来输入我的留言者 如果你想更新的话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value 可以在原来的值的基础上 来进行更新 echo一下 dollars message info中的 dollars key 或者dollars id 接着里边的 username 先来试验一下 这一项是否正确 接着再往下 写其他项 好 重新来 那现在看到 这个留言者是 麦子学院 我点更新 麦子学院 已经放到这了 那这一项 有了之后呢 其他的就好说了 依此类推 第二个是我们的标题 value 等于 echo一下 dollars message info中的 info中的 dollars id 里边的title 那第三项呢 是内容 内容同样的 这一个一样的部分 我就不再写了 内容要放到我们这个 多行文本框中 里边的content 再往下 是心情 那心情这一块呢 应该是哪个心情 被选中 你选的哪个心情 哪个心情应该 默认被选中 那这时候呢 心情我们也能得到 要做一个简单的判断 就不应该每次是第一项 被选中了 怎么写呢 我们可以选用 三元算符的形式也可以 dollars message info中的 dollars id 里边的心情 如果要等于等于 我们的 1.gif 这时候呢 应该出现一个 checked 等于 checked else呢 就是一个 空就可以 那现在你简单 echo一下 这一项有了 稍微改 第二项 第三项 四 五 六 七 接着稍微把它改一下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那我们再来试验一下 是否可以 好 我想编辑一下 hello world test这个人的留言 应该是一个小羊 或者这个 得死这个也行 你看到 应该是第三个 小图标 这个心情被选中 这样一个效果 那现在呢 你看每一项都有了之后 我就可以来编辑了 留言只我变了 叫queen123 标题呢 也变了 mess123 课程呢 也是123 123 心情这块我也选一个 哈哈 接着一点更新留言 这条留言 真正的应该被更新成功 那其实呢 更新成功 无非是对数组中的值 做一下更改就可以 那现在在接受页面 我们来接受一下 传一个操作叫 edit message 那首先呢 你需要来根据你的操作 完成不同的功能 act要等于等于 edit message的时候 这时候 我们应该完成 更新留言的操作 这样的效果 那现在来看 同样的 你是不是还要知道 我更新的是哪条留言呀 对 那现在在这块 也要传一个 并且 id等于 我们传过来的这个id iPhone $id 那在接受页面呢 你也要接受一下这个id 才可以 $id等于 $效仙 get过来的id 接受编辑或者删除的 接受操作的件名 好 那有了它之后呢 在这儿 我们只用根据 件名 更新指定的元素就可以 那现在呢 是不是还是要得出 所有的内容啊 对 首先判断一下 file exists file name 并且 file size的 $file name 要大于零的话 这时候 我们再来查询 $str file get contents file name 再把它 序列化成我们的 反序列化成我们的数组 按serialize一下 str 序列化成数组之后呢 你这时候 应该根据件名 来更新我们的值 message info中的 $id 里边的 user name 等于你传过来的 这个user name 那第二项 也是message info中的 第二项 我们要更新什么呢 标题 title 等于你传过来的 这个title 那这个内容呢 我们已经接受到了 你看在上边都有了 包括 心情 $message info中的 $id 心情 等于 $心情 这样的效果 那其他的这一块呢 我们就不用再写了 不用再改了 改完之后呢 记住 你是不是应该再把这个修改好的内容 再写到文件中 才真正完成了你的更新 那现在呢 我需要再把它写进去 首先把这个数组序列化一下 等于serialize一下 $mes info 序列化之后呢 再把它写进去 通过file put contents 写成功的话 告诉他 更新成功 else更新失败 echo一个 更新 成功 接着三秒钟之后 跳转到 查看留言页面 还是echo一个mate http-eqiv refresh content 等于 3 uil 等于 index.prp 那如果失败的话 告诉他更新失败 也是 让他跳转到 查看留言页面 那现在发现他们两个一样 是可以把它提出来 对 在这 跳转到这 就可以 让他重新更新 那接着我们来试验一下 看一下是否可以成功 index 更新 把第一条更新掉 MES学院123 最大教育456 This is a test 写成一个 获奖了 恭喜 选择一个 第3个 或者随机一个也可以 一点更新留言 更新成功 三秒钟之后 跳转到 查看留言页面 那接着你发现 标题变了 内容这儿没有变 MES学院这儿变了 接着时间 包括IP地址没有变 心情呢 随机一个 好 那看一下内容没有变 是不是在这儿 我们没有写内容啊 对 确实也没有写 Dollars Message info中的 Dollars ID 里面的 Content 其实有一项变了 效果是一样的 那简单的 再来试验一下就可以 再更新一下 把它变回去 123 456 删掉 再选择第一个 哈哈 成功 你看到 又变回来了 Mess学院 最大教育 内容也没有变 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简单的带着大家 实现了一下 更新这条留言的一个功能 重点就是在于 你要知道 我们更新的是哪一个 其实呢 就是找到这条记录 对应的一个 件名 对应的下标就可以 找到这个之后呢 更新做出来了 删除就简单了 好 那下节课呢 我们再带着大家 完成一下删除留言的一个功能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个更新做一下 那这节课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